哈喽各位亲密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2019年全国象棋个人赛男子组第一轮的一盘精彩对局 这盘对局是由崔格对阵汪洋 结果会是如何呢?我们往下看 崔格选手 炮2平5 黑方炮8平5 G1进1 抢横鞠 黑方马8进7 马2进3 G9平8 G1平6 形成顺炮横鞠对直鞠最典型的一个不举定式 来黑方 接走马2进3 先跳右正马 当然另外比较常见的变化是 G8进4巡河G 双方是另有攻守 那现在红方接走马8进7 黑方炮2进2 先升巡河炮 汪洋特打果然是不落俗套 避开 G8进4或者足三进1 还原比较流行的变化套路 现在针对黑方者巡河炮18打 红方一般 冰7进1 那么等黑方炮2平7 红方在马7进8或者马7进6 不过实战 崔格可能也想出其不意 选择一部G6进4 说黑炮 在我印象当中 这变化并不多见 但值得一提 在2017年向甲 其心海对阵汪洋也是这么走 结果汪洋后手取胜 那这次的G6进4效果是如何呢 我们往下看 黑方炮2平3打红马 那白方马3退5 回波性马 将来可以通过兵器进1抢先 所以黑方怎么应对呢 好 G8 不好意思 G8进5 其他G防止红方兵器进1 是针锋相对的一步好奇 现在读到红旗 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 红方是可以考虑先G6进1 那区别就是 现在黑方难以防止G吃足 捉上的一个先手 黑方比如说炮5平6 那红方在G9平8 就恰到好处 我们看实战就明白 实战 红方是先G9平8 那黑方也顺势出G 我们来看 首先 红方这期不好过河炮风G 否则什么呢 黑方可以简单 G8平6 站立到 那以下16进5才出降 对红方有危险 所以实战 红方选择G6进1 试图攻击黑方的马炮 不过现在黑方 多走了G平2 跟红方G9平8 做交换 所以黑方 怎么走呢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 G2进3 那恭喜你 这就是刚才先G6进1 和现在走G6进1的区别 因为现在红方 当然是不好 平炮对G 否则对方对峙之后 在炮打中兵 是明显主动 乃至棋 红方是可以考虑走 向G7进走 或者高级一点的话 炮8退1 通过炮 有闪击的手段 可以暗中掩护 兵7进1 这部棋 也有黑炮 不过实战 随格可能被错谱 或者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直接兵7进1 这样强行把7路马 盘上去进攻 但这种战术 显然是难以整理 我们来看 黑方 G8平3 先吃一块饼干再说 那红方 顺势马戚进6 准备马六进4 对攻 不过黑方 好不客气 炮打中兵 也是 再吃一块饼干再说 准备 气马 我们来看 红方 马六进4 要双双 考验一下黑方的英雄 那不知你们对黑棋 有什么看法 比如说 对炮的话 那红方可以考虑马斯退伍 那形成对中炮 这棋 黑方也不一定满意 那另外 实战 汪洋当然 是选择的一步 G3平6 这步棋就 加了好处 看 现在抓着红马 红马 却不太敢吃黑马 否则 黑方怎么入局呢 好 炮3 平起 很简单 打红象 红方如果非变相 黑方在炮7平拔 身体炮是绝杀 所以实战 红方 追格 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 选择一步 G6 退3 闲着黑炮 考验黑方的英雄 那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黑方如何应对 好 如果你想的是炮5退2 那恭喜你答错 因为红方 这期就可以顺势吃马 黑方就没有炮3平7 打向打马的手段 黑方不一定便宜 所以实战 王阳当然没上当 选择炮5退1 还是走得比较激紧 那现在还是坐着红马 红方也没办法 马是金六 要黑炮 那黑方再炮5退1 早已深谋远虑 不怕红方 马6近7 或曹一江 因为黑方可以上降 再准备出降 助攻 那红方就有俱乐平5 那黑方可以简单换炮 再退居 捉死红马 红方也是南下 所以实战 红方先走炮5近1 准备补向 那这骑黑方 有什么后续手段呢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 马3退5 那恭喜你 骑赶太好了 回马金枪 十分灵活 攻击红马的同时 也防止红马 掉卧槽 那红方 接走 G6近2 盯住黑炮 黑方 炮5近1 保留中炮 那眼看下一步 黑方 G2近3 也相当严厉 黑方 红方 无奈 选择 G砍炮 这步骑 当然是 想扶马6近7 握草马杀骑 黑方 从容的 马赤马 这骑形成马换炮 那红方在 G7平6 捉马 不过 却低估 黑方的攻击手段 G2近3 配合 黑方的中炮 这攻势太立体了 黑方 局面至此 基本上盛势 那一下红方 没办法 保保平5 7G 不过 黑方也不客气 G2近3 白吃白喝 那红方 G6近1 吃黑马 不过 黑方多走一步骑 红方就认输了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得到 4-6近5 那恭喜你 跟汪洋特大的想法是一样 准备猪降 杀士 红方 如果对炮 那对完炮之后 黑方这起 仍然是德子 德士 所以红方 主动任父